こんばんは! たまです! 次に、またついてをご覧ください! それでは、いただくことをお見せします。 チャンネル登録と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誰もお知らせないでしょう。 いただくことと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他的意思呢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物などをもらうこと 就是当我们收到东西的时候 接收到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个别尊敬形式先让你 我们会用いただく跟ちょうだいする 那他们其实两个呢 运用的这个范围也是 一样是广的 不会说一个比较少用还是怎么样 那いただく呢 是我们比较常会听到的 就是在于服务业当中呢 我们讲いただ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接收到什么 然后非常感谢你的一种说法 那大家可能会抱着一个问号呢 是在于这个ちょうだいする ちょうだい其实也是 常会听到 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用它 所以今天特别就注重在于 这个ちょうだいする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好的那如果呢 硬要就是区分这两个的话呢 ちょうだいする会比较是 ていねい的用法 就更为尊敬的用法 比起いただく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 一般上的用法呢 就是 お時間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这个是简短的啦 简短不是完整的 お時間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就是什么呢 就把它当作是 いただく的用法 就是呢 我接收你的时间 你给我你的时间 这样子就是礼貌的用法 お時間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这样子 那或者是 联络也是一样 ご連絡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这边呢主要强调就是呢 我们的名词前面就是 加お跟ご 唯于尊敬或者是美化的这个用法 ご連絡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或者是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 接收物品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用 とり行き先でお茶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とり行き先でお茶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这个呢就是 从这个顾客那一边 就是接收收到这个茶 お茶をちょうだいする 这样子 所以这个ちょうだいする 它其实是 もらう的意思 只是更加为尊重的用法 他们呢都是在 我们必须对年长 尊敬的人 或者是呢 比你地位还要高的人 长辈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用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部分 部長が北海道旅行から 帰ってきたので お土産をちょうだい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部長が北海道旅行から 帰ってきたので お土産をちょうだい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所以这个呢 就是接收物品 部長就是我们的部长 比我还大的 比我还值得尊敬的 地位还高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用 部長が北海道旅行 就是部长他去 北海道旅行去了 所以他就从北海道旅行回来的 帰ってきた 北海道旅行から帰ってきた 回来ので お土産をちょうだい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就是呢 いただく 就是收到这个部长给的 这个 お土産 伴手礼的意思 所以呢 你是从这个 自己的地位还高的人 那边接收到的东西 いただく ちょうだい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这样子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其实很简单 因为比起 くれる跟这个あげる呢 它的用法是比较单一的 像あげる也是一样 就是给嘛 一方面的就是给嘛 然后呢 もらう就是一方面的就是收 只是くれる呢 可能大家会 模糊的一方 就是不知道 是 这种状况 应该是用もらう 或者是くれる的 这种用法而已 所以呢 这一个呢 相对来说 是比较好去理解的 部長が北海道旅行から 帰ってきたので お土産を 頂戴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我明白吗 那这下来呢 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子 お客様の携带電話の 手続きの最新ましては 20分ほど お時間を 頂戴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我每次看一下 OK 我们来看 这个呢 它是客人 我是服务员 然后呢 你是客人 所以 お客様 帰ってきたので 手机 手続き 手続き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 它办理的手续 这样子 可能 你买新的手机 那我需要 替你办很多的 这些手续 需要一些时间 这样子 携带電話の 手続きに 筛しましては 什么是筛数 筛数就是 当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处理 这个电话 手机的 这个手续呢 是需要 多少的时间 这样子 所以它 手続きに 筛しましては 这样子 正当要 处理这个手续呢 是 20分ほど 大概 20分钟的 时间のほど 的这个程度 大概 大概需要 20分钟 お時間の頂戴する 就是 可以 给我 大概需要 要给我20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 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这件事情呢 它不是自己决定的 因为 我们讲 ことになる ことになります 之前有文法 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不是我们 自己决定的事情 是 这个东西 是需要 就变成需要 多少的时间 或者是 变成什么样 你不能决定的事情 然后呢 它就问了一句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是OK的吗 是可以的吗 要让你 20分钟 是OK的吗 我们就可以 这样子用 所以呢 它这个是 除了就是 我们讲 让你给我的 这个说法 就是除了 礼物啊 物品啊 之外呢 你可以说 可以给我 20分钟的时间吗 允许吗 这样子 你可以让我 大概20分钟时间 帮你处理一下 你的手机的手续吗 等等之类 这样子用法 所以你就会听到 这个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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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 お客様の 携带电话 の手続き に際しましては 20分ほど お時間を 帮你 帮你 になります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个 总的 いただく 的用法 いつも 当店を 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 まこと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いつも 当店を 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 まこと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会听到的 いつも 当店 当店就是 本店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可能 本店的店长 在对于顾客 方面要回馈 要谢谢 感谢一整年 所以いつも 当店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 就是来到本店 享用 或者是你来到本店 购物 就是利用我们的 店里的服务 这样子 所以呢 いつも 当店のご利用 一样要用这个 ご或お 来表达尊敬美化 ご利用 いただきまして まこと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まこと 就是我们讲的 まことに 诚心的 诚心诚意的 非常感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样子 这种用法 其实很常用 比如说我们 讲说 谢谢你的 这个理解 ご理解 いただ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个 应该蛮常听到 就是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 ご理解 いただきまして まこと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申し訳 ございませんが ご理解 いただ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所以他就经常会听到 类似这样子的话 就是 非常不好意思 非常感谢 你对我们的理解 我们正在处理 我们的事情当中 所以 请你耐心等待 这样子 或者是我们讲的 就是 谢谢你的 呃 买 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买东西 或者是在哪里买 所以就感谢你 来本店购物 这样子 所以 购物呢 这边是 購入 如果在 日本网上 购物的人 就会有看到 这个 购入的 这两个字 購入 就是呢 买的意思 购物的意思 所以一样呢 前面加一个 美化尊敬的用法 就是 ご購入 ご購入いただきまして まこと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ご購入いただき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した 大家明白吗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 尊敬形式的文法 那这一个系列呢 也暂时 告一段落了 所以呢我们下一期呢 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新的内容 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啦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没订阅他们频道 还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守他们这一新动态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在句子当中 我们不会真的去说 随随随 这样子 就是很明确的 但是你可以从句子当中 就可以感受得到 你说这句话 就是在尊敬对方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下期见 我们今天下期见 谢谢大家